来看这样的画面会是一起假车祸吗 花林一名男子这个日10号下午在路口停等红绿灯时 遇到一名74岁的老妇人骑机车从右侧左转插入车阵中 然后倒在车前 驾驶下车查看老妇人却一口咬定就是被她给撞倒的 但听到了当事人说要报警老妇人就打算离开 现在驾驶也立刻通报警察 事后这名妇人被警方依诈欺未遂罪名含送侦办 伴随一声尖叫车内的讨论声戛然而止 究竟发生什么事这名妇人居然就倒在了车前 我觉得她是不是假的那种 我不知道反正我没有撞到她 看一下她怎么了 因为她突然倒下去 不知驾驶补萨萨就连副驾驶座的女乘客也是满头问号 直觉可能是遇到碰瓷事件 我刹车刹完车其实还忍去 然后我下车的时候发现她的头在我的车头下面 担心骑士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才会摔倒 驾驶赶紧下车查看 没想到妇人一开口就十分笃定的说 你撞到我了让她十分傻眼 就跟那个阿姨讲说我有报警了 她就说没关系太麻烦了 我们不要报警了 我也把他把摩托车扶起来 然后他摩托车的那个后照金就断掉 然后他跟我说这个要陪她这样子 花的一名男子这个月十号下午三点多 开车与家人行经吉安祥中山路三段 与吉星一街路口时 遇上七十四岁的富人 骑着机车从右侧绳迁入后倒地不起 就怕遇上驾车或驾驶之后报警求助 双方地位是一般的碰撞 可根据公司双方效案说明 一大机位是最难重成半 事后他将整个过程PO上网 提醒民众如果遇到类似的事件该怎么自保 不过他也怀疑富人倒下的手法很熟练不像新手 要大家多多留意 这陈金叶华联报道